北极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现实政治的例外区域 在现实主义的竞争思维 对国际政治的强势支配之下 北极一度维持着和平与稳定 非常准确地讲 现在北极现在已经不肯在领土主权混争了 现在北极争夺了 是北极的主权权利和国家权 而主权权利主要是装属经济区和大国家 装属经济区最要纠分在哪呢 最要纠分在白领海 共大的分争是在斯比斯尔布尔根群岛的装属经济区 但相关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博弈早已存在 二战期间 北极的地缘价值已经开始显现 这个时候美国作为盟国还是英国 他们是对苏联在战略物质上进行了援助 所以当时盟国主要是通过北极地区 来把一些战略物质运到苏联 其实对于盟国当时的一个合作 就是战胜那个法西斯德国 还是起到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作用 随着美俄冷战开始 各国围绕北极逐渐展开对抗 冷战时期 现在北极地区美俄在那边去对抗 其实是很激烈的核潜艇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军事基地 然后就是空天的一体的这么一种战略 在北极都有所谓 实际上在苏联时期 苏联对美国的这个态度 也是非常强硬的 包括比如说挪威的渔船进入这个 实际上是挪威跟苏联有争议的海域 那么苏联采取的措施就是扣船抓人 那么苏联在这个北极地区 实际上它就拥有这样一种 主场优势也可以说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 北极八国在芬兰罗瓦涅米签署 北极环境保护宣言 北极地区整体形势趋向缓和 从90年代初 或者89年91年的冷战的一个终结 大概到特朗普政府上台 以北极治理 北极合作为主 2017年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战略中 通篇强调美国优先的核心主义 和美国在北极的个体利益 而2019年美国国防部 北极战略又明确将中国 俄罗斯 定义为在北极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 2017年的特朗普政府的一个 国家安全战略中台 那是完完全全颠覆了冷战结束以后的 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目标 2018年10月 北约在挪威举行了冷战后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31国参加 涵盖波罗的海到冰岛 最远甚至到俄罗斯边境附近 应该是从2016年以来 2017年以来 西方国家均是参与北极的不法大量加快 例如大量提高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北部 北方濒临北冰洋 其北冰洋海岸线全长22,600公里 约占北冰洋海岸线全长的三分之二 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陆地面积 更是多达340万平方公里 占其总领土面积的19.9% 俄罗斯还是没有底气的 俄罗斯的这种底气在于我们说 它在北极的这种经营 它是最早的 它从18世纪就开始 这个地形基地太险 而且持续地把北极 作为它的一个安全的保冷 而且俄罗斯里面有它最大的舰队 有它很多的这种核设施 这个核基地 北方舰队在苏联时期成立 并逐渐扩大成为苏联四大舰队之中 规模最大 实力最强的海军舰队 直到当前 北方舰队的活动范围 始终覆盖着整个北极圈 其实北极还是俄罗斯的一个 谁被定位的一个特征 还有俄罗斯他认为 他既不属于西方 也不属于东方 而是属于北方 而且他们甚至把北方给谁化 认为北方是垂洁的 那里的居民 那里的人民 这个精神上谁胜 然而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 或让俄罗斯出现新的安全隐患 现在因为过去的海军没有融化 它不用担心来自北方的入侵 对吧 现在随着海军的融化以后 那么有可能俄罗斯会面临 从北方的入侵 这也是我觉得俄罗斯在安全上 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在冰雪覆盖的北冰洋 地球升温导致海冰加速融化 而冰盖面积的缩小 又加速了气候变暖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数据显示 1981年到2010年期间 北极海冰面积平均每10年 至少减少13.1% 2020年6月20日 位于北极圈的俄罗斯小镇 维尔霍阳斯克的温度 达到了38摄氏度 我去过2015年6月份 我去过这个 很新是感受到了 北极是这么浓的 可能到5月和6月份的时候 有时候陪夏天到外头 穿一个外秀 也没问题 当然穿那个气候 很不稳定 气候变化的正反馈 在北极表现的最突出 而且我们说 它北极也是对气候变化 最敏感的地方 专家表示 北极地区对气候变化的敏感度 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北冰洋的酸化速度 是其他地区的四倍 北极洞图中 蕴含着相当多的微涉气体 一旦释放 很有可能会加剧 气候变化临界点的到来 它的一个排放 如果是全部释放出来的话 它的排放的量 可能是远远会超过 比如说现在有个地球的 比如一年十年二十年次的数据 我们一起寄牢 那么它的排放的总量 它会进入整个环流系统 它不可能停留在本地这个地球 所以它必然是全球性的地球 墨西哥湾流是全球最快的洋流 也是北美与欧洲 重要的气候调节洋流 科学家警告 由于全球暖化造成的两极熔冰 包括墨西哥湾流塞内的海洋环流 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旦崩断 可能造成北大西洋暖流 无法到达西欧与北欧 整个欧洲很有可能像电影中一样 被冰封 并扩散至全球 如果这个新环非常厚 那么欧洲西欧国家将进入极度严寒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什么管道系统 从事这个重建系统 全部重建 欧洲甚至有些地方 其实不适合人类生存 冰川的融化 导致的北部新航线的显现 也无意为北极地区的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 北方航线主要分为 途经加拿大北极群岛附近海域的 西北航道 和途经俄罗斯西伯利亚 北部沿海的东北航道 和空中的导弹最短路径一样 它们在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 亚洲和欧洲上 也是海上的最短路径 我们说这个主要的海上交通线 它不仅仅是经济性的 它更是战略性的 那么比如说一些具有战略性的物资的进出 就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那么所以说掌控着这样的一些个海上航道 无异于就是说 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 形成了一个控制 2018年 普京在致联邦议会的国情资文中曾指出 北方海航道将是俄罗斯北极地区 和远东地区发展的关键 俄罗斯会力争将其达造成为 真正的具有全球性竞争力的运输干线 到2024年 北方海航道货流量将达到8000万吨 与此同时 中国在2018年发布的 北极政策白皮书中 也同样提出了极地丝绸之路计划 中国虽然不是北极国家 但是中国在北极有重大利益 那么中国的经济严重以来 有国际通道 国际通道安全 北极航道的开通 无疑为中国海航通道 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以万对类为例 单向穿行 就能够节省40万美元 那么这些节省的成本 也会增加的成本 会分散到消费者身上 减少同样也会 感动消费者的收益 然而 随着新北方航道 巨大经济利益的不断显现 也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和中俄再一次针锋相对 我们都知道世界传统的海运航线 都是在这个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就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它经营多年 就是在它的这个掌控之下 以北方航道的开发 就是冲击了这样一个力量 欧洲想了很多招 包括欧洲极大航运企业 宣布弃用北极航道 就为什么 目标是为了探检牌 欧洲国家现在又开始用燃煤 要烧煤了 要烧木头了 怎么不说探检牌了呢 北极争霸 北极开发 北极治理 世界对北极的利益诉求各异 各国在北极的发展目标 也不尽相同 可人类在北极地区的一举一动 却时刻在这片冰域上 产生着不可逆的深远影响 一个实际上在北极地区呢 如果说把外国外的一些 行为逻辑淡进来 会严重地破坏地球的未来 也是人类的未来 我觉得会让整个人类付出代价 当大国博弈的野心 已经膨胀到北极 气候危机酿成了新的战略危机 气温寒几变成了冲突热点 但是北极圈的生态是如此脆弱 深陷积极营营政治斗争中的人类 又会在这里品尝到哪些 未曾体验的苦果呢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任任 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